台湾的水果远近驰名 但没有办法带回家当伴手礼 这个难题被一对夫妻党解开了 老板无健康不忍心 看家人种的柳丁 滞销变成肥料 中年转行和老婆开启了实验厨房 挑战各种高难度的食材 没人做过的西瓜 木瓜甚至火龙果 经过低温烘烤 摇身变成了缤纷果干 小工作室从一开始彩蛋经营 到现在红到大陆去 不止台商下单 还常常有陆客冲到工作室来采购 厌阳高照的秋天 他们是被台湾最爱 眼花惹草的夫妻党 今年还不错 其实这刚开始 所以它都还蛮漂亮的 夫妻粮得抢在冬天来临之前 把落神花采收完成 因为有机果园 手脚一慢 重重大军就会抢先 攻占花鳄 这不快就有蜘蛛丝啊 那天气更冷的时候 就会更多 手上爬满各种小虫子 别看无健康 看似老神在在 几年前 他还在外商航店公司当主管 跳动转行做果干 从办公室走进果园 白领到农夫的身份转变 一度让他很崩溃 我本身就是乡下小孩啊 我一点都不习惯 好在老婆一路陪伴 度过最难熬的时期 夫妻粮把各种花果 变成身价翻倍的果干 常常让提供食材的 浓友经验 刚吃到的时候觉得在 感觉在吃那个 A4那个印刷纸 可是后来发现 含在嘴巴里面 它跟一般果干吃法 其实不太一样 它不适合 不适合直接这样子生吞活活 它适合放在嘴巴里面 慢慢去用口水去 把它的味道融出来这样 才说回来的洛神花果要一朵一朵剥开来赶走小虫 当初吴建康会想要转行 做这种耗时费工的果干 就是不忍心看着家人辛苦种的柳丁 滋销变肥料 于是他想尽办法 要延长农产品寿命 看电视 看到 人家在红果干 会跟他讲 为何做这个 你启笑 他真的 他觉得就是一脸很质疑 你说你怎么想做这个 他眼睛真的很大 你真的要做这个 隔天我就带了他去买机器 这是吴建康夫妻党的实验厨房 所有花果一律先用臭氧水浸身 但洛神花只能算是基本款食材 他们更爱研发的 是别人从来不曾尝试的鲜果 这是甜美人 甜美人它的香气 还有它烘起来的大小最适合 老板娘装素女挑战全身水嫩多汁的西瓜 从刀工就要开始讲究 一刀切下厚度维持0.4公分 才能掌握正确烘烤时间 加上夫妻俩都是外贸协会 把果干当艺术品创作 色泽和纹路都是挑选水果的条件 其实大西瓜我们台湾真的很普遍 可是后来发现大西瓜它烘起来以后 它的那个纹路会牵涉到它纹路的关系 它纹路是这样整个湿条状长长的 就很像肉干 它就没有像这个 我们刚刚一切开的那个横泡面这样子 像这样子有没有 这样子这么的漂亮这样 一片片新鲜水果糖上烤盘准备全身脱水 为了保持鲜果最原始的味道 吴健康打破传统制作方式 不靠糖渍而是利用低温烘烤靠时间换取天然滋味 因为没有什么任何的数据可以去参考 所以我们就适合半年 西瓜我们半年多 门外和夫妻俩天天窝在厨房做实验 每种水果黄金烘烤时间得靠自己摸索出来 最费时的柑橘类水果考验无健康耐性 因为光是做一片柠檬干得花上80小时 好像这个其实是还没有干 这个还没有干 因为你可以看到上面还有滋滋的 99.5个人 不支持我做这个 就是因为这99.5个人支持了我 让我走下去 因为看坏不看好 大家看好我就不会做了 就是因为大家都看坏 那表示看坏就是表示大家都不愿意做 柏狼走表里在自由市场的 高成本的制作过程让无健康的果干事业 初期不止没人看好还生意惨淡 他们只能靠着到处送人试吃 渐渐打出知名度 兵分果干先从网路通路开始走红 现在不止对岸台商下单批货 果干工作室还变成路客景点 会有就是自由行的客人会来 真的 对会就按图所记 找到你们家来 对 下飞机就直接坐车过来 看到消费者那个脸上 那个眼神不一样的转换 我觉得很高兴 中年大叔的创业梦总算苦尽甘来 当初被人泼进冷水的点子 如今已经打造出小规模的产业链 把各地农友的平凡水果变成精致半熟礼 因为大家都爱讲说台湾是水果 可是对鲜果在出口这一块 其实大家做了很久了 很多农民都做了很久 其实这一个很容易卡关 因为季节或是在某些因素 会让你的鲜果会过不去 那与其这样你就不如把它加工 无健康夫妻俩的水果实验室 还是常常有惊奇口味出炉 他们立志要把台湾鲜果 打造成果干界的顶级名牌 行销全球